我才不听呢 精神适量又不管饱 还嘛 听老半天 饿了我不行了 我今天找点吃的 中华煎饼第一村 我先来弄点煎饼去 大爷 您家有煎饼吗 没有 那您家炭煎饼吗 不炭 您家有煎饼吗 没有 没有煎饼 那您家炭煎饼吗 不炭 不炭煎饼 不炭 这中华煎饼第一村 结果我去的每一户家里面 都不炭煎饼 那怎么能叫第一村呢 您就不知道了 我们游泳饼的人 大部分都在全国各地 炭煎饼 大家好 我在上岸煎饼七八年了 大家好 我在上岸煎饼 不炭了十七年了 我在天津 我们在北京老家里 全国各地的 就是你想福建 以后这个厦门 包括新疆 全国各地 只要有大多层 都有这个 游泳饼的煎饼 游楼村的煎饼摊 开到了全国各地 人家的收入啊 更是羡煞旁人 收入这些不一样 保守的话 一年还 五至六千万 还不成为钱 一个小小的煎饼摊 平均年收入十几万 靠着摊煎饼 挣到的钱 村里家家买了车 住进了小别墅 平均一点 这个绿一一点 还有点少 孩子就几次家买了 为啥人家是中华煎饼第一村 这下你们明白了吧 村民挣了钱 村里也搞起了建设 三面环山 一面临湖 乡村旅游 成为了游楼村 新的发展方向 村里啊 时不时也会准备个煎饼摊 让游客也体验一番摊煎饼的乐趣 能够吗 放 放 没有这么快 我这个时候也是弄个煎饼 反了方向 反了 慢一点 不要这么快 对 慢一点 哎 先慢一点 不要这么快 好了 这个煎饼成功了 可以合适了 耶 是不是放下来 没放鸡蛋 我鸡蛋了 鸡蛋 鸡蛋来不及了 现在放就不行了 一张小小的煎饼 改变了全村人的命运 其实 煎饼之父的背后 是一部村民勇闯上海滩的奋斗史 上世纪90年代 在村民李荣氏的带领下 游楼煎饼开始在上海安家 后来我爸就说 我们吃不饭饭了 闺女你学煎饼吧 家的亲戚什么都去了 家的亲戚又带亲戚了 什么去了 后来 真没想到发展那么好 其实 李大姐呢 还是咱那老熟人 人家不止煎饼摊得好 水饺包得也好 他可是山东水饺走向上海的第一人 我们这边因为吃饭 人员是固定的 都是白领在这里吃饭 你基本上你一个月营业额多少 一个月喜来万吧 现在我在的位置呢 是上海著名的陆家嘴金融中心 在这里呢 我通过手机地图搜索山东水饺 能够出现1130家电 带动我们平易县 现在在上海有2000多家 一年能输入三四个亿吧 现在长三角啊 杭州 苏州 还有无锡 这些城市啊 都有山东水饺 每一个城市都有个四五十家 你像苏州啊 可能都有个四五百家了 游楼村的煎饼 三河村的水饺 已经成为平易县的两张西名县 村民们就是靠着自己的努力 让宜蒙煎饼 山东水饺 在各地扎根 展示出新时代宜蒙精神的风采 现在你们说回娘家 就觉得回游楼村 我觉得挺骄傲的 游楼村挺厉害的那种 人家说你问我是哪里 我说我娘家是游楼的 我回家是乐于的 哎呀 说这两个村都很富裕的